第二章 為什麼要否定賞佛 和哲學家的對話沒那麼容易完結 這點年輕人都很清楚 特別是涉及抽象辯論的時候 這位蘇格拉底真的不好對付 但是年輕人似乎已經成足在空 就是盡快脫離這間書房 將辯論引到教室之中 提出一些逐世的現實問題 我並不想胡亂地批判雅德勒思想 因為它是一種過於脫離現實的空談 所以我要將它拖到人生活的現實世界之中 這樣想 年輕人拉一拉張椅子 並且深深地吸在後氣 教室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過去 不可以沉溺在悲劇 我們應該探討只是以後怎樣做 OK 那我們就拿這些作為前提 令到進行我們的對話 要說擺脫我面前的以後的課題 即是在學校實踐什麼教育 我們直接講正題 好嗎 好啊 好啊 你剛剛具體講的第一步 應該是從尊重開始 是不是 我可以問一下 你的意思是要將尊重引入班級 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 是不是 也就是說只要有了尊重 學生他們就不會再發生任何問題 只是這樣還不行 問題還會發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還要批評 因為他們這些問題學生做了壞事 也打擾了其他同學 不是 不可以批評 那你是說就這樣放任他們亂搞 那就是說不要捉賊 或者不要懲罰那些賊 難道亞特勒會承認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嗎 亞特勒思想並不是無視法律或規則 不過 這裏的規則必須要通過民主程序制定出來 這一點 無論是對整體社會 還是對班級管理都非常重要 民主程序? 是啊 將你的班級看成一個民主國家 蛤? 什麼意思呀 民主國家的主權在國民那裡是嗎 這就是國民主權或者主權在民的原則 作為主權職的國民 根據彼此達成的協議制定各種各樣的規則 並且這些規則適用於全體國民 一律平等 正因為是這樣 所以人人都能夠遵守規則 不是被動地服從規則 而是可以做到更加主動地守護我們的規則 另一方面 如果規則不是按照國民意志制定 而是由某個人獨斷專行地決定的話 並且執行起來還是非常不平等 那情況又會怎樣呢 這樣的話 國民肯定不會就這樣罷休了 為了防止反抗 執政者只好行使一些有形無形的力量 這種情況不單止是限於國家 企業也是這樣 家庭也是一樣 在靠力量控制的組織之中 從根本上就存在著不合理 的確是這樣 班級也是這樣 班級的主權不屬於教師 而是屬於學生他們 並且 班級規則必須根據學生的協商制定 首先 要從這個原則開始 你依然是很喜歡把這些問題複雜化 總之 你的意思就是要認可學生自治 當然學校也有一定的自治制度 例如學生會之類的組織 不是 我說的是更加根源的事情 例如 將班級看成一個國家的時候 學生他們就是國民 如果是這樣 教師的角色又是什麼呢 啊 如果學生是國民的話 教師就是統領他們的領導 首相或者總統之類 那就乖了 你是學生他們通過選舉選出來的嗎 如果未經選舉就自命為總統 那就不是民主國家 而是獨裁國家 呃 道理的確是這樣說 我並不是在講道理 而在擺事實 班級不是由教師統治的獨裁國家 班級是一個民主國家 每一位學生都是掌權者 忘記這個原則的教師 會不知不覺地陷入獨裁之中 哈哈哈 你是說我沾染了那些法西斯主義嗎 坦白說就是這樣 你的班級秩序混亂並不是學生過人的問題 也都有你作為教師資質不夠的原因 正因為是腐敗的獨裁國家 所以才會秩序混亂 獨裁者掌控的組織 根本是避免不了腐敗 喂 你不要一直找教諒 你吹無裘斥到這樣的程度有什麼依據 依據非常清楚 就是你不斷強調賞佛的重要性 什麼 你也想說一下這個話題吧 表揚和批評 這個真是interesting 那我從這裡開始跟你發起挑戰 關於教育 特別是教室裡面的事 我是一個實踐經驗非常充分的人 我一定要讓你收回剛才那種非常無禮的批判 好啊 那就讓我們好好聊聊 既然不可以批評 亦不可以表揚 阿德勒禁止賞佛 他強調既然不可以批評 亦不可以表揚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合道理的主張呢 阿德勒究竟知不知道理想和現實之間有多大的距離 這些問題我都很想知道 的確是這樣 我再確認一下 你認為批評和表揚都很有必要 當然啦 就算被學生他們討厭都一定要批評 做錯事就一定要糾正 我首先想看看你對批評的看法 明白了 為什麼不可以批評人呢 這個是需要看情況 首先 小孩子做了某些不好的事 危險的事 或者對他人危險的事 甚至是接近犯罪的事情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在這個時候要想到一種可能性 就是他並不知道這是不好的事 不知道 對呀 說說我自己的事 小時候我無論去到哪裡都帶著放大鏡 看到昆蟲觀察 看到植物都觀察 每天都盡情地觀察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簡直就像是一個昆蟲博士般賣頭觀察 那不錯呀 我都有過這樣的時候 但是 無奈我就發現了放大鏡另一個全新的用途 用它將光聚焦到黑色的紙上 紙竟然會霧氣煙 很快就開始燃燒 在魔術一樣的科學力量面前 我非常激動 似乎放大鏡也不再只是放大鏡 那不是很好嗎 比起拍地下看昆蟲 發現更大的興趣所在 以小小的放大鏡作為切入口 盡情地領略太陽的力量 甚至感受宇宙的浩瀚 這個正是科學少年的第一步呀 某個嫌疑的下日 我又好像剛剛說在燃燒黑色的紙玩 好像平常在地上放了一張黑色的紙 然後用放大鏡聚光 就是這個時候 一隻螞蟻爬了過來 它只是一隻混身包著烏黑的堅固海甲的大螞蟻 已經瘓了黑色紙的我 用放大鏡對著螞蟻做了什麼呢 嗯 我想不用我講了吧 哎 明白的明白的 哎 孩子本來就是這麼殘忍的啦 是的 孩子經常在玩的時候要表現出這種類似殺死昆蟲的殘忍 但是孩子是不是真的這麼殘忍呢 例如說 孩子心中是不是隱藏著佛樂伊德所說的攻擊衝動之類的東西呢 我認為不是 孩子不是殘忍 只是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和他人的痛苦 如果是這樣 大人他們應該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情 如果不知道的就要教他 並且在教的時候不需要雜備性的語言 請不要忘記這個原則 因為那個人並不是故意做壞事 只是不知道而已 你的意思是說不是攻擊性或者殘忍 只是無知野的禍 在電路軌道上玩的小孩或者不知道這樣是很危險 在公共場合大聲圈挖的小孩或者都並不知道這樣做會打擾到別人 其他任何事情 我們都是要從某個人不知道這一點開始思考 但是由於不知道造成的錯誤加以苛窄 你不覺得很不合理嗎 呃如果真是不知道的話呢 我們這些大人需要做的不是斥責而是教導 既不感情用事也都不大聲鬧 而是用理性的語氣去教導 你都並不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就現在這件事來看 或者是這樣 就因為先生所說 你不願意承認殺死螞蟻的自己有多殘忍 但是我還是沒辦法接受 簡直就好像黏在喉嚨裡面那種蜜牙糖 你對人的理解實在太過於天真了 過於天真 幼稚園的小孩我們先不說 小學生甚至初中生的話 他們全部都明明知道還去做 什麼事情不可以做什麼事情不道德 他們一早就知道 可以說他們是明知故犯 對於這種錯誤 就一定要給他們一些懲罰 麻煩你快點拋起這種 把小孩當成純真無邪的天使那些 老年人的思考習慣 的確有很多小孩雖然知道這樣做不對 但是還是陷入了問題的行為之中 或者大部分問題行為都是這樣 但是你不覺得這樣很不可思議嗎 他們不單止知道這樣做不對 而且還明白這樣做會被父母或者老師摘馬 就算是這樣都是陷入問題行為 這樣太不合理了吧 即是很簡單 總而言之就是因為他們在行動之前 沒有冷靜思考 真的這樣嗎 難道你不覺得還有更深層的心理動機嗎 明知會被人罵還會去做 被罵完之後還會哭 考慮這種可能性很有必要 現代亞德勒心理學認為 人的問題行為背後的心理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來考慮 嘩說到越來越心理學 如果了解了問題行為的五個階段 就知道批評究竟是否正確 我真是想問一問 先生 究竟你對孩子了解有多少 又對教育現場了解有多少 其實我一眼看得清 戰學家的說話毫無道理 年青人心中充滿憤怒 班級是一個小型的民主國家 並且班級的掌權者站在學生 這些都還可以 但是為什麼不需要上課呢 如果班級是一個國家 難道就不需要法律嗎 還有 如果人破壞法律秩序犯下罪行 難道就不需要懲罰嗎 年青人在筆記本上寫下問題行為五個階段 然後微微一笑 亞德勒心理學 究竟是可以通往現實世界的學問 還是紙上談兵 很快就會一件分曉 問題行為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小孩子陷入問題行為呢 亞德勒心理學關注的是他背後隱藏的目的 也就是小孩子他們 其實都不單限於小孩子 是抱著什麼的目的 做出一些問題行為 這個是分五個階段來考慮 五個階段是逐步上升的意思 是啊 還有 人的問題行為全都處於這五個階段之中 所以 應該是在問題還未進一步惡化的時候 盡早地採取措施 OK 那請你從第一個階段開始講起 問題行為的第一個階段 是 稱讚的要求 稱讚的要求 喔 即是說 你要表揚我的 是啊 面對父母或者教師 或者其他人 扮演好孩子 如果是上班的話 就在上司或者前輩面前 盡力表現出幹勁和順從 他們想要直至得到表約 喂 那不是很好嗎 又不讓別人麻煩 還很積極地在這裏做事 也有益於他人 這裏完全找不到任何問題 對喔 的確 作為個別行為來考慮的話 他們似乎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 好孩子或者是優等生 實際上 小孩子他們認真學習 積極運動 員工努力工作 在其他人看來 本來就想要表揚 但是 這裏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陷阱 他們的目的 始終只是 獲得表揚 進一步講就是 在共同體之中 拿到特權地位 哈哈 你只是說因為動機不純 所以不能夠認我 你真是一個很天真的哲學家 就算目的是獲得表揚 但只要結果是努力學習 這樣就沒有任何問題的好學生 對於他們的付出 父母或者教師 上司或者同事 沒有給了任何表揚的話 你認為這件事又會怎樣 不滿 甚至還會生氣 是啊 他們並不是在做好事 只不過在做能夠獲得表揚的事 還有 如果我得不到任何人的表揚或者關注 這種努力就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是這樣 很快就會失去積極性 他們的生活方式 或者可以講得上世界觀就是 如果沒有人表揚就不做好事 或者是 如果沒有人懲罰就做壞事 呃 都有可能的 還有 在這個階段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 只因為想要成為周圍人期待的好孩子 就會去做一些作弊 或者偽裝之類的不能行為 教育者或者領導不能夠只關注他們的行為 還必須看清他的目的 但是 這個時候如果不去表揚他們的話 他們就會失去幹勁 就變成無所作為的小孩了 有時甚至還會成為那些做出不能行為的小孩啦 不是 應該通過表示尊重的方式 令他們明白 就算不特別也都有價值 那具體應該怎樣做 不是在他們做好事的時候再關注 而是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中細微的言行 而且還要關注他們的興趣 並且產生共鳴 只不過就是這樣 蛤?又回到這一點嗎? 還是覺得把這條問題行為有點不合適 好啦好啦就這樣吧 那第二個階段呢? 問題行為的第二個階段是引起關注 引起關注? 很不容易做了好事 但是就得不到表揚 也都未能夠在班級之中取得特權地位 或者原本就沒有足夠的勇氣 或者耐性地完成能夠獲得表揚的事 這個時候 人就會想得不到表揚都沒有關係 反正我要與眾不同 就是說通過做壞事或者被人罵的事 是啊 他們已經不再想要獲得表揚 只是考慮怎樣才能夠與眾不同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處於這個階段的小孩他們的行為原理不是做壞事 而是與眾不同 與眾不同之後那又做什麼? 想要在班級取得特權地位 想要在自己所屬的共同體中獲得明確的位置 這是他們真正的目的所在 也就是說通過學業之旅的正面進攻不太順利 所以就想要通過其他的手段成為特別的我 不是作為好孩子變得特別 而是作為壞小孩來達到這個目的 用這個來確保自己的位置 正正是這樣 那倒是 在那個年紀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成為壞小孩而低人一等 那麼 具體來說 怎樣才能與眾不同呢? 積極的小孩會通過破壞社會或學校的小規則 也只是通過惡作劇來博取關注 例如上課搗亂 證故老師 苟錢不憂 他們絕對不會真正激怒那些大人 班級裏面搞笑的人也有不少會得到老師或朋友的喜愛 另外 消極的小孩他們會表現出學習能力極其低下 這樣做不到那樣搞不定 喜歡喊等等一些行為特徵 希望可以以此力都獲得關注 也只是企圖通過扮演無能來引起關注 獲得特別的地位 但是如果搗亂課堂又或者搞三搞四這類的行為 一定會受到嚴厲的批評吧 就算被批評也無所謂 比起自己的存在被無視 被批評也好得到 就算通過被批評的形式 也都想自己的存在被認可 並且取得特別地位 這個就是他們的願望 嘩 這樣真的很麻煩 這麼複雜的心理 不是 處於第二個階段的小孩其實會得很簡單 也都不太難對付 我們只需要通過尊重的方式告訴他們 其實他們本身就有價值 並不需要非常特別 難處理的是第三個階段之後的情況 蛤 這是什麼 在問題行為的第三個階段 目的發展就變為權力鬥爭 權力鬥爭呀 不服從任何人反覆挑叛 發起挑戰 企圖通過挑戰勝利來炫耀自己的力量 並且以此獲得特權地位 這個是相當厲害的一個階段 這個挑戰是指什麼呀 難道上去打他呀 簡單來說就是反抗 用粗口來到謾碼 挑叛父母或者老師 有些脾氣暴躁 行為粗魯 甚至有些去食煙 偷東西 滿不在乎 這樣破壞規則 嘩 這樣還不是問題兒童 是啊 我對這樣的小孩 簡直完全沒有辦法 另一方面 消極的小孩會通過不順從 來發起權力鬥爭 無論再怎樣被嚴加訓斥 依然拒絕學習知識或技能 堅決無視大人所說的東西 他們也並不是特別不想學習 或者認為學習沒必要 只是想通過堅決不順從 來證明自己的力量 嘩 真是 想一下氣爆呀 對這樣的問題兒童 應該是罵爆他啦 實際上 因為他們經常都在破壞規則 真是省硬打他一輪 否則等於認可他們的惡行 是啊 很多父母或者老師 這個時候都會拿起憤怒球拍 將斥責之球打過去 但是這樣做就上了他們當 只能夠跟對方站在同一個球場上 他們會慶高賽烈地回擊下一個反抗的球 並為自己拉起了連續對打的圍幕 暗字偷笑 那你說應該怎麼做 如果是觸犯了法律的問題 就需要依法處理 但是當發現不涉及法律問題的權力鬥爭的時候 一定要立即退出他們的球場 首先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就是這樣 請你一定要想清楚 斥責自然不用說 就算是表現出憤怒的表情 也都等於站在權力鬥爭的球場之上 但是站在眼前的是一個做了壞事的學生 怎麼可以不生氣 如果完全不理的話 那還是教育嗎 合理的解釋只有一種 不過我們最好在講完五個階段之後 才一起考慮 哎呀 真是生氣 那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問題行為的第四個階段 就是 復仇階段 啊 復仇 夏定決心挑起了權力鬥爭 但是又不成功 既拿不到勝利 也都拿不到特權地位 得不到對方的回應 敗興而退 這樣的戰敗的人 一旦退下陣 就會策劃復仇 向誰復仇啊 復什麼仇啊 他沒有認可這個無可替代的 我的人復仇 向不愛我的人復仇 進行愛的復仇 愛的復仇 請你想想 稱讚的要求引起關注以及權力鬥爭 這些都是希望更加尊重我的渴望 愛的心情的體現 但是當發現這種愛的慾望 沒辦法實現的時候 人就會轉而尋求 增護 咦 為什麼 尋求增護的目的是什麼 已經知道對方不會愛我 既然是這樣 那就索性增我 在增護的感情之中關注我 就是這樣的一種心理 他們的願望就是被人增啊 是啊 譬如那些在第三階段反抗父母或者老師 發起權力鬥爭的小孩 他們可能會成為班級之中了不起的英雄 挑戰權威 挑戰大人的勇氣 受到同學稱讚 但是進入復仇階段的小孩 就不會受到任何人的稱讚 父母或者老師 漸言不用說了 甚至會被同學憎害怕 進而漸漸陷入孤立的境地 就算是這樣 他們依然想要通過被增護這一點 跟大家建立關係 既然是這樣 依舊採取無食的態度就可以了 只要切短增護這個切入點就可以了 對了 如果是這樣 復仇也不會成立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想一些更正經的做法 對吧 按道理來說 或者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要容忍他們的行為 應該會很難吧 為什麼 你們說我沒有那種耐性 例如 處於權力鬥爭階段的小孩 他們會堂堂正正地進行挑戰 就算是夾雜著粗口的挑戰 也是伴隨著他們認為正義的直接行為 正因為是這樣 有時還會被同學視為英雄 如果是這樣的挑戰 還有可能可以冷靜處理 另一方面 進入復仇階段的小孩 他們不選擇正面作戰 他們的目標不是壞事 而是反覆做對方討厭的事 呃 具體說就是 簡單來說 所謂的跟蹤狂行為就是典型的復仇 是針對不愛自己的人進行的愛的復仇 那些跟蹤狂十分清楚對方很討厭自己的這種行為 也知道根本不可能藉此發展什麼良好關係 就算是這樣 他們依然幾度通過爭戶或者嫌棄 來想辦法建立某種聯繫 哇 這是什麼白癡的想法來的 還有 自殘行為或者自閉症 在亞德勒心理學來看都是復仇的一環 他們是通過傷害自己 或者貶損自己的價值來控訴 我變成這樣都是你的錯 當然 父母會十分擔心 並且萬分同心 如此一來 對小孩子來說 復仇就成功了 哇 那不是已經屬於精神科的領域了嗎 其他還有什麼 暴力或者粗口 逐步升級就不用說了 甚至有不少小孩子會加入不良團體 或者在反社會勢力參與犯罪 另外 消極的小孩子就會變得異常骯髒 或者是沉溺於一些令人到處極其反感的怪異癖好等等 總之 復仇的手段多眾多樣 面對這樣的小孩子 我們又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你班裏出了工的學生 這樣你根本就做不到任何事 他們的目的就是向你報仇 你越想插手去管 他們就越認為找到報仇的機會 繼而將一步升級不良言行 這樣的情況下 只能夠求助於完全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 也就是說 只能夠依靠其他教師或者學校以外的人 例如我們這樣的專業人員 但是 假如這個是第四階段的話 那就是說還要繼續惡化啦 是啊 還有比復仇更麻煩的最後一個階段 呃 那麻煩你講一下 問題行為的第五個階段就是 證明無能 證明無能啊 是啊 在這裡請你先試試將他當成自己的事情來考慮 為了被人當成特別的存在來對待 之前可謂想盡辦法搞盡腦汁 但是都成功不了 父母 老師 同學 大家對自己甚至連增活的感情都沒有 無論是班級入面還是家庭之中 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做 應該會馬上放棄吧 因為無論做什麼都得不到認可 那就會不再做任何的努力 但是 父母或者老師依然會大力勸你好好學習 而且關於你在學校的表現和朋友關係 他們都時時介入 當然 他們都認為是在幫你 咦 真是多交餘啦 這些東西如果做到的話一早就做了啦 真是麻煩他們不要什麼都理 你這種想法得不到理解 周圍的人都希望你能夠更加努力 他們認為只要他做就能夠做到 希望通過自己的督促 令你有所改變 但對我來說 這樣的期待 真是很麻煩 真是希望可以完全解放出來 是啊 只是不要再對我有所期待 這樣的想法導致了 證明無能行為的產生 我明白 也就是告訴所有人 因為我很無能 所以不要再對我有任何期待 對人生的絕望 打從心底入面 厭惡自己 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還有 為了避免再次體患這種絕望 就去逃避一切的課題 向周圍的人表明 因為我是這麼無能 所以不要給我任何課題 我根本就不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是為了我不再受傷 是啊 與其認為或者能夠做到 而致力於其中的結果 但是就失敗 倒不如一開始就認定 不可能做得到 而放棄 更加輕鬆 因為這樣做 不需要再擔心 再次受到打擊 嗯 是呀 這個心情 倒是可以理解 所以 他們就會想盡辦法證明自己有多無能 赤裸裸地在裝傻 對什麼都不敢興趣 再簡單的課題也都不願意去做 無奈 連他們自己都深信自己是傻 嗯 的確有些學生會說 因為我是傻的 如果能夠通過語言表達出來 應該都只是自嘲 真正進入第五階段的小孩 在裝傻的過程之中 有時甚至會被懷疑患了精神病 他們往往會主動放棄一切 不去從事任何課題 也都不對事物做任何思考 還有 他們總是厭世地拒絕一切課題 和周圍人的期待 怎樣跟這些小孩接觸呢 他們的願望就是 不要對我有任何期待 或者不要理我 進一步說就是 請你放棄我 父母或者老師越想插手去理 他們就會用更加極端的方式 精明無能 遺憾的是 你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只能夠求助於專家 但是 幫助那些已經開始證明無能的小孩 這個對於專家來說 都是相當困難的任務 我們作為教育者能夠做的事實在太少了 不是 大部分問題行為 僅僅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權力鬥爭 在防止問題行為進一步惡犯這方面 教育者的作用 非常大 問題行為的五個階段的確是很有意思的分析 首先是尋求稱讚 然後就引起關注 如果這些都實現不到的就挑起權力鬥爭 然後又發展為惡劣的復首 最終階段就是證明自己無能 並且這一切都根源於一個目的 貴屬感 也就是確保自己在共同體制中特別的地位 是 非常符合阿德勒心理學以人際關係為中心的理論 關於這個分類我認可 但是你忘記了 我們應該討論的話題是批評的對與錯 總之我已經實踐了阿德勒式的不批評教育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批評 只是等著他們自我覺悟 結果教室裡面搞成怎樣 沒有任何規矩 簡直都要動物園 所以你就決定進行批評 批評有沒有改變到什麼 每一片混亂的時候大聲鬧 當場一定會安靜下來 或者有些學生忘記做功課的時候 批評了之後也會流露一些反省的表情 但是歸經結底 只要當場有些作用 果然沒有機奈 他們又開始搗亂又不做功課 你認為這樣是為什麼呢 就是怪阿德勒 最初決定不批評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剛剛開始的時候和顏月色的 嘻嘻嘻嘻 不管做什麼都表示認可 所以就讓他們看少了 認為那傢伙不會有什麼可怕的 又或者不管做什麼都不理 如果一開始就進行批評 情況是不是就不會這樣 那當然啦 這是最令我後悔的一點 什麼事一開始都很重要 下年如果再接其他班級 我要從第一天開始就要嚴加批評 你的同事或者前輩之中應該都有非常嚴厲的人吧 是啊 有好幾位老師雖然沒有體育的程度 但經常都罵或者用很嚴厲的語言去教學生 在學生面前徹底地扮壞人 徹底地履行教師的職責 某種意義上他們可以說是專業的典範 那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老師總是發火的呢 因為學生做壞事 如果批評這種手段在教育上有效的話 最多是開始的時候批評幾次 之後問題行為應該不會再發生才對 為什麼總是總是會發火 為什麼總是要面黑 總是要大聲訓斥呢 你不覺得這樣很不可思議嗎 那些小孩當然不會那麼聽話啦 不是 這是最好證明了 批評這個手段在教育上沒有任何效果 就算是下一年你從一開始就嚴加批評 情況都不會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甚至只會更差 更差 剛剛你都已經明白了 他們的問題行為甚至已經包含了被你批評 也就是說被斥責正是他們希望的事情 你說他們希望被老師罵嗎 被罵了之後很開心 被虐狂呀 先生你開個玩笑都有個限度呀 沒有人被斥責之後會開心 但是會有一種自己做了被訓斥的特別的事情之類的英雄成就感 通過被訓斥 他們能夠證明自己是特別的存在 No 這個首先應該是法律和秩序的問題 而不是就這樣是人的心理問題 簡直有人做了壞事 不管他出了什麼目的 首先就是破壞了規則 對他進行處分是理所當然的事 如果不是公共秩序就沒辦法維護到 你說批評是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 那當然 我並不是喜歡去罵學生 更加不是願意去罰他們 當然啦 誰會喜歡做這些事 但是懲罰是必要的 一是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 另外就是對犯罪的一種抑制力 抑制力是指什麼 例如比賽中的拳手無論處於什麼惡劣的情勢都不可以踢對方或者把對方丟出去 因為如果這樣做立即就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取消參賽資格就是一個重大的懲罰 就會作為違規行為抑制他發揮作用 如果懲罰措施含運不清 就沒辦法發揮抑制力 拳擊比賽也沒辦法進行 懲罰就是對犯規的唯一抑制力 很有趣的例子 那麼那麼重要的懲罰 也就是你的斥責 又為什麼沒有在教育現場發揮到抑制的能力呢 那有很多種說法 有些老師甚至很懷念以前可以看法的年代 也就是說 他認為因為時代變了 懲罰都變輕了 所以才失去了抑制的能力 明白了 那我們再進一步探討一下 為什麼批評會在教育上失去了他的效用 哲托家所說的問題行為五階段 他的內容準確把握了人類心理 而且也揭示了亞德勒思想本質 但是年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管理班級的唯一成年人 必須教給學生他們社會人的行為規範 也就是說 如果不對犯罪者進行懲罰 這裏的社會秩序就會崩塌 我不是靠理論去胡弄人的哲學家 而是必須對小孩的明日負責的教育者 這個男人根本不明白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責任有多重大 以暴力為名的交流 那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呢 假設你的班級裡面發生了暴力事件 初側口角 繼而動武 你會怎樣處置這兩個學生呢 如果這樣情況 我也不會大聲罵他們 而是很冷靜地聽聽雙方的說法 先讓兩個都冷靜下來 然後再慢慢問 例如做什麼吵架 或者為什麼會打起來 學生他們又會怎樣回答呢 無編的又是那些 因為他說了他這樣的事 所以我就生氣 又或者他對我做得太過分揮慮的理由 你接下來又會怎樣做呢 聽聽雙方的說法 看看誰對誰錯 然後等有錯一方 又向另一方道歉 不過幾乎所有吵架的雙方都有錯 所以就叫他們互相道歉 雙方是不是都能夠接受呢 一般都會各自覺得自己對 不過 經過一番勸說之後 往往都能夠認識到 自己都有錯 都答應道歉 這個就是所謂的各打50大板 的確是這樣 假設你手上剛剛拿著剛才的三菱柱 三菱柱 是啊 一面寫著可惡的他人 另一面寫著可憐的自己 最後一面寫著以後怎樣做 就好像我們心理諮詢師使用的三菱柱一樣 你在一路聽學生說他們吵架的理由的時候 腦袋裏都想著這個三菱柱 什麼意思呀 那些學生所說的 因為他講我這樣的說話 所以令我很生氣 又或者他對我做得太過份之類的吵架理由 如果我用三菱柱對他進行分析的話 是不是最終都是可惡的他人 和可憐的自己呢 是啊 你只是問學生原因 無論怎樣去挖掘 都無非是一些推卸責任的辯解之詞 你應該做的是關注他們的目的 跟他們一起去思考 以後怎樣做 喊架的目的 而不是原因 我們按著順序來解釋一下 首先通常我們要通過語言進行交流 是嗎 是啊 就好像我現在跟先生談的一樣 還有交流的目的目標是什麼呢 不易事的傳達 表達自己的想法吧 不是 傳達只不過是交流的入口 最終的目的是達成協議 如果僅僅只是傳達 那就沒有任何意義 只有在傳達的內容 被理解成達成一定協議的時候 交流才有意義 另外在這裡交談的目標 亦都是達成某種見解 啊 這樣真是很花時間的 是啊 通過語言進行交流 要達成一致意見 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 只是以自以為是的要求根本行不通 還需要準備一些客觀數據之類 具有說服力的材料 還有 雖然耗費的成本很高 但是速度和可教性是相當低 嗯 正如你所說 我都覺得有點厭煩 所以 厭煩了爭論的人 又或者在爭論之中 沒有辦法獲勝的人 又會怎麼做呢 你知道嗎 呃 應該會撤退吧 他們最後選擇的交流手段 往往就是暴力 蛤 Interesting 撤退啊 會發展到這一步的 如果掃出暴力 不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 就可以推行自己的要求 說得更直接一點 就是能夠令對方屈服 暴力始終是成本低 廉價的交流手段 在討論道德是否允許之前 首先不得不說 他是人類非常不成熟的行為 你的意思是說 不認可他不是基於道德的觀點 而是因為他屬於不成熟的愚蠢行為 是啊 道德標準往往會隨著時代或者情況 而發生變化 只是靠道德標準來評判他人 這樣很危險 因為過去也有崇尚暴力的時代 那究竟要怎麼做呢 都是要回到我們人類必須從不成熟的狀態之中 慢慢成長的這一點上 絕不可以依靠暴力這種不成熟的交流手段 必須摸索出其他的交流方式 作為暴力 原因被列舉出來的對方 說了什麼又或者態度如何具有挑釁性 事實上根本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暴力的目的只有一個 應該考你的是以後怎樣做 嗯 的確 這真是對暴力很有意思的洞察 你怎可以在這裡說到好像在說其他人的事似的 現在說的事也可以說是說你自己的 No no 我根本就不需要用暴力 喂 你不要無緣無故找事來說 發怒和分析是有相同意義 和某一個人爭辯 情況變得越來越不妥當 自己處於劣勢之中 或者在法國一開始自己的主張就不合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人即使不用暴力 也都會高聲尖叫 拍桌或者用眼淚做武器 他們想要藉此來威逼對方進而推行自己的主張 這些行為也都屬於低成本的暴力性交流手段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嗎 我真是太可惡了 你現在在笑我 在大喊大叫的說我不成熟 不是 但是在這房間裡無論如何大喊大叫都沒有關係 我關心的是你所選擇的批評行為 你厭繁了用語言和學生交流 繼而想通過批評直施了當地令他們屈服 用發怒作為武器 拿著閘馬作為槍 拿出權威的刀 這個其實是你作為教育者的不成熟 又非常愚蠢的行為 不對 我不是在對他們發怒 我是在批評他們 很多成年人都這樣辯解 但是企圖通過行為暴力性的力量 來控制對方的事實 根本不可能改變 自以為我正在做好事 這個本身就可以說是性質惡劣 完全不是這樣 發怒是感情的爆發 沒辦法進行冷靜判斷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批評學生的時候 我根本就沒有絲毫感情用事 我不是在那裡生氣 而是用謹慎冷靜進行批評 不要把我跟那些完全忘記了 不斷衝動的人混在一起講 或者是這樣 就好像還沒裝上子彈的槍一樣 但是在學生看你 自己被槍口對著這個事實是一樣 無論裡面裝的不是子彈 你都是一手拿著槍進行交流 我又要問一下 舉個例子 對方好像拿著刀站在你面前的罪犯 犯了罪 還想向你發起衝突 那種衝突是引發權利鬥爭之類的衝突 拿著槍進行交流有什麼不好 究竟應該怎樣維護法律和秩序 面對小孩子的問題行為 父母或者教育者應該做些什麼 阿德勒說 要放棄法官的立場 你還未被賦予裁判的特權 維護法律和秩序 不是你的工作 那 應該怎麼做 你現在應該守護的不是法律也不是秩序 而是眼前的這個小孩子 出現了問題行為的小孩子 教育者就是心理諮詢師 心理諮詢就是在教育 剛開始我就說過 心理諮詢師拿著槍實在太奇怪了 但 但是 包含斥責上來的暴力 是一種暴露了人不成熟的交流方式 關於你怎樣 小孩子他們都很清楚 做到斥責的時候 除了對暴力行為的恐懼 他們還在無意識之中洞察到 這個人很不成熟 這是一個比大人他們想像得更加嚴重的問題 你能夠尊重一個不成熟的人 或者從用暴力威懾自己的對方 能夠感受到被尊重 伴隨著發怒或者暴力的交流之中 根本就不存在尊重 而且還會招致滅視 直接不會帶來本質性的改善 這是不言致命的道理 但是阿德勒說 發怒是令人和人之間變得疏遠的感情 你是說我得不到學生的尊重 不單只是這樣 還讓他們看小 而且這些全部都是因為我批評的小孩他們 很遺憾 的確是這樣 對現場什麼都不知道的 你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但是你反覆在說現場這種話 總而言之就是惡劣的他人 以及被捉弄的可憐的自己 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麼討論價值 所以我根本完全聽不到 如果你擁有面對自我的勇氣 並能夠真正地思考以後怎麼做的話 這樣就能夠有所進步 你說我一直在辯解嗎 不是 說是辯解並不準確 你是一味關注無法改變的事情 感嘆所以不可能 不去執著於無法改變的事情 而是正視眼前的 可以改變的事情 你還記得嗎 基督教講為傳眾的尼布爾的祈禱文 嗯 當然記得 上帝請賜予我平靜 去接受我無法改變的 給予我勇氣 去改變我能改變的 賜我智慧 分別這兩者的區別 仔細領悟一下這段話之後 再想想以後怎麼做 自己的人生 可以由自己選擇 那 假設我接受先生的提議 既不批評也不追問原因 而是問學生以後怎麼做 那情況又會怎樣呢 根本想都不用想 他們說的話肯定是 我以後都不會這樣做 或者以後會做好一點之類的 口頭的反省 強求一些反省的說話 其實沒有任何作用 就算是這樣 都還是有很多人命令寫道歉信 又或者悔過書 這些文書的目的僅僅是 獲得原諒 根本起不到反省作用 除了能夠給命令寫的人 獲得一定的自我滿足之外 也都沒有其他意義 並不是這些 在這裡要問的是 對方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呀 我要介紹一段康德的說話 關於自立 他是這樣說的 人處於未成年狀態 不在於缺乏理智 而在於沒有他人的教導 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 決心和勇氣 也就是說 人處於未成年狀態 是自己的責任 未成年狀態 是 沒有真正自立的狀態 而且他所使用的 理智一個詞 我們可以理解為 從理性到感性的一切能力 亦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能力不夠 而是缺乏運用能力的勇氣 所以才擺脫不到未成年狀態 是不是這個意思呀 是呀 並且他還進一步斷言 一定要拿出 運用自己理智的勇氣 哦 簡直就好像亞德納港那樣 那為什麼人 要將自己置於未成年狀態呢 覺得更直接一點就是 人為什麼要拒絕自立呢 你的看法是什麼 嗯 是因為脅 也有這個原因 不過請你再想一下 康德所說的話 我們按照他人的教導 活著更輕鬆 既不用思考難題 又不用承擔失敗的責任 只要表示出一定的忠誠 一切麻煩事 都會有人為我們承擔 家庭或者學校中的小孩子 他們在企業或者機關工作的社會人士 來到進行生理諮詢的來訪者 一切都是這樣 呃 啊 還有 周圍的大人 為了將小孩子置於未成年狀態之中 想方設法灌輸自立 是怎樣危險 和其中種種的風險和可怕 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為了令他可以處於自己的支配之下 那為什麼又要這樣做呢 這裏需要你苦心自問一下 因為你都在不自覺的情況之下 妨礙了學生他們的自由 我 是啊 沒錯 父母以及教育者往往對小孩子過於干涉 過於保護 結果就培養出任何事都要等他人指示的 自己什麼都決定不了的小孩子 最終培養出的人 就算是年齡上成為大人 內心依然是一個小孩子 沒有他們的指示什麼都做不到 如此一类 根本就說不上什麼自立 不是啦 至少我很希望學生自立 為什麼要故意阻止他們自立 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你很害怕學生他們自立 為…為什麼 一旦學生他們自立之後 和你就會站在平等的立場上 你的權威就會喪失 你現在和學生之間的建立是重向關係 並且你很怕這種關係崩塌 不單只是教育者 很多父母也都潛在地懷著這種恐懼 不…我…我…我… 還有一點 小孩子遇到挫折的時候 特別是被他人帶來麻煩的時候 你自然都會被追究責任 作為教育者的責任 作為監督者的責任 如果是父母 那就是作為父母的責任 應該是這樣 是啊 當然是這樣啦 怎樣才能夠迴避這種責任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支配小孩子 不讓他們去冒險 只讓他們走無災無難 不會受傷的路 盡可能將其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中 其實這樣做並不是擔心小孩子 一切都是為了保存自身 因為不想由於小孩子的失敗而承擔責任 正正是這樣 因此 處於教育者立場上的人 以及負責組織營運的領導 必須時時設立起自立的目標 不要陷入保存自身 心理諮詢也一樣 我們在做心理諮詢的時候 會加倍小心 不將來訪者置於依存和無責任的地位之中 例如 令來訪者說 多虧了先生 我才能傳遇 心理諮詢其實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因為反過來 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我自己 甚麼都做不到 你的意思是說 這樣是依存於心理諮詢師 是的 可以說這樣對於你 也就是作為教育者也是一樣 要學生說出 多虧了先生才能畢業 又或者多虧了先生才能合格之類的話的教育者 在真正意義的教育上是失敗 必須令到學生可以感到他們是靠自己的力量才做到這一切 但…但是… 沒有人讚美 沒有慰勞 全靠自己的力量 默默默前行 甚至都得不到感謝 人…可以接受這種孤獨嗎 不能夠 不期待學生的感謝 而是能夠為自立這個遠大的目標作出貢獻 教育者要擁有這種奉獻精神 唯有在奉獻精神之中找到幸福 奉獻精神呀 三年前我都應該說過 幸福的本質是奉獻精神 如果你希望獲得學生他們的感謝 其他對他們說出多德老師之類的說話 最終將會妨礙學生的自立 請你一定記住這一點 那麼… 具體如何才能做到 不將學生置於 依存或者沒有責任地位的教育呢 怎樣才能幫助他們真正自立呢 不要單單觀念性地說 請你用具體的事情來說明一下 解釋一下 否則我還是不能接受的 好呀 例如小孩子問你 我可不可以去朋友那裡玩 這個時候 有些父母就會回答 當然可以 並且在附加 做完功課之後之類的條件 或者有些父母會直接禁止小孩子去玩 這些都是將小孩子置於 依存或者沒有責任的地位行為 父母不可以這樣 而應該告訴小孩子 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決定 跟他說自己的人生 日常的行為一切都由他們自己決定 並且假如有做出決定的時候需要的材料 譬如知識或者經驗 那就要提供給他們 這個才是教育者應有的態度 自己決定 決定有相應的判斷力嗎 存在這種懷疑的你 還是對學生不夠尊重 如果可以做到真正的尊重 就能夠放手讓他們自己決定一切 或者會造成無可反眸的失敗 對呀 在這一點上 就算父母或者老師幫他選定的道路一樣 你憑什麼能夠斷言 只有他們自己的選擇才會失敗告終 而自己幫他指出的路就不會失敗呢 但是 那 小孩子失敗的時候 或者你確實會被問責 但是 這樣並不是關乎自己的人生的責任 真正要承擔責任的只有小孩子自己 所以出現了課題分離這個思想主張 也就是 最終要承擔某種選擇 導致後果的人是誰之類的想法 並不是處於承擔最終責任的你 不可以介入他人的課題 你說 對小孩子放任不管嗎 不是 尊重小孩子自己的決定 並且幫助他做出決斷 還有 告訴小孩子自己隨時可以為其提供幫助 並在不太近 但是又可以隨時提供幫助的距離上守護他們 就算他們自己做出的決斷已失敗告終 小孩子都可以學到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選擇 這個道理 自己的人生由自己選擇 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選擇 這個是貫穿今天討論的一大主題 請你好好地記清楚 對了 記在筆記本上面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請你也回憶一下自己是以什麼態度來面對學生 No 不需要休息 我們繼續 接著下來的對話需要更加集中精神 而要想集中精神就需要適度休息 我沖了熱咖啡 稍微平靜一下 整理一下思路 當然 好 屁股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